中文字幕——YK 最惨烈的一场战役 也正是在这场战役中 日军受到国民党军的顽强抵抗 而损失惨重 寸步难行 而这场战役 也是两国不宣而战 爆发全面战争的开始 也粉碎了日本的三个月 灭亡中国计划 松户会战开始于1937年8月13日 所以又称813战役 是蒋介石在上海 采取主动反击的第一次战役 在这场战争中 中日双方共投入军队人数100万上下 这场战役 更是持续了长达三个月之久 日本投入八个师团和两个旅团 约20余万人 死伤仅4万余人 而我军投入的是最精锐的中央教导总队 集八七师 八八师 集148个师 和62个旅八十余万人 死伤却有三十余万人 可谓是相当的惨烈 而罗殿又是松户会战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